我正前往一座名叫方可乐的小岛 这座岛是最近还被发现的 这座岛上曾经有过文明因此 有许多珍贵的宝物权税 在这里我这次的目的 是踏遍方可乐岛的每个角落 找出那些很棒的宝物很快 就要抵达方可乐岛了 仅仅有什么样的宝物 在等着我们新校人 莫不及待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秋天枫叶 今天就来录制宝可梦探浅寻宝的 新手教学加一些小配布啦 其实算是有点作弊的东西哦 如果大家不想破坏游戏体验 就也别这么用啦 那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关于新手选宝可梦的问题哦 个人觉得呢 最好是选一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收满图鉴的话 我们需要三只一部嘛 那五只呢都很难抓到 那你一部还要抓三只 当然是选一部CP值最高啦 那过后练起来就行了嘛 就可以开图鉴了 以开图鉴的角度来说是最好的 毕竟一开始拿到神奇宝贝哦 是没有办法用到后期的 IV值太低了 那么个人最推荐的打法 就跟我之前介绍的视频没什么差别啦 就是前期就是大岩蛇战队 后期开始水炮手跟剑梅手战队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要理怎么主 待会我再介绍给大家哦 那么现在呢 再教大家其他的一些小技巧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左上角这个哦 探险奖励 这一条集满了过后呢 推荐大家就直接去刷目前战力最高的观察 因为就会毕掉一颗金色的石头哦 你才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金色石头啦 那现在体力没有 所以再教大家另外一个小圈子 这个体力是根据我们的时间而定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刷到无限时间啦 不过对 大家也就别这么做啦 那现在我这边的设定是9点哦 现在我再把它改加2个小时到11点 对 然后它时间就会改了 对我就多了4点的体力 这是为了拍片啦 为了拍片好不好 平时不用的好不好 这个就 其实可以做到无限时间 就是你关掉过后再把时间调回来 然后过后再开起来再调过去 就没事了 可是大家就别学啦 对 这个就是 骗体力的手机器哦 这里就为了拍片 大家别学啦 那么我们是开始了 哇 我目前战力最高当然是超萌啦 所以我们直接打超萌试试看 哦 这是梦花的耶 超可爱的 别快了 你跟没打你我的 我的 我都很少 不表示 好 不怕 啊 被冰冻 对 在 对 无法 什么 directors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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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我看你怎么这么恐怖啊 快跑快跑快跑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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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又来了 噢不 那么可以 没有啦 我是为了掩饰好不好 就算输掉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奖励不会走啊 一定要赢了才会 失去奖励啊 对 讲鸡话 好 没关系 那我们 继续哦 再重新再试一次 证明给大家看 会有金色的石头 好 超梦 有机会有机会 还有打压器 把超梦打得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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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华力的招式都不错 好 好 简简单单单的 你看我认真起来就是不一样 看哦 掉了 掉了一个金色的石头 好 看这边就有一个金色的石头啦 数值就会比较高哦 你要打扣妹你的关卡 数值才会比较高 那么不然就 数值太低也不好啦 虽然讲这颗也很 这种级绿性的东西嘛 毕竟这一关也会掉七百多的 所以没办法哦 就是一个个人推荐啦 就前期刷石头 非常好用的一个小佩服 好 接下来它就会倒退回去了 再打十关就行了 那么这里呢 还要教大家第二个 也算是一个作弊的方法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吧 这个宝可梦是可以特训招式的 招式蛮难特训哦 比方说你看哦 我这个怪力 对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怪力 那现在特训其实 你看我放一只94了 才有100% 那我放一只比较低等的怪力呢 就只有60%了哦 所以 它的训练难度会越来越高 那基本上我这只怪力呢 再训练两次 它就会彻底坏掉了 就是你放100了 它的巴仙率好像也只有10多 对100等的怪力都会 都只有10多的功率哦 虽然只有我没有买两倍啦 其实这边有一个小佩谱 大家还记得吧 我在第二集有说过就是 诶我的存档被重置了 那么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用这个重置存档的方式呢 来重置我的技能哦 那经过时间其实是可以的 就一天只能用一次的 XL大法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演示 到底确切该怎么做 有一个设定 然后过后呢 选择备份 点选右下角的那个 进行资料备份哦 那你就成功把你的资料备份起来了 这个就算已经存档了哦 那么第一次的时候 还需要输入自己的ID 大家就按个人喜好输入 然后会有一份金钥 记得要保管好哦 就好拿一张照片之类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特训 好这样特训的就是我们的好力啦 然后我们就开始特训第一次哦 然后放一个72等的腕力 来进行特训 来进行特训 建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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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美 啊 自我激励 跟建美差不多啦 不过就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建美 毕竟他可以说短招式等候时间哦 不用紧 那我们开始第二次了 这里就用98等的 跟一个8等的腕力 好 单纯的一只腕力已经不行了哦 我们再特训多一次 建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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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十字匹 好烂哦 那 现在可以看到我放一只99甲上去 成功力就48%哦 但是还是可以放两只啦 我们再特训多一次 建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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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百万顿充全 好 那至此呢 我的怪力已经彻底坏掉了 你看就只有12%哦 真的很没办法 该怎么办呢 我难得有一个体质这么好的怪力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那个数据给清除掉哦 必须先清除数据啦 不然的话 有可能再重新设定回去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哦 然后清除掉数据后 重新启动我们的宝可梦探险寻宝 再进行一些前期设定啦 选择语言啊 条件啊 条款啊 然后再看一次过程动画 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计程资料 点下去过后呢 输入你的金钥 啊 那记得要先去看金钥 我没 我虽然说我没说 因为我已经有金钥了 那我们就直接跳到金钥输入完成过后吧 输入完成的过后 它会显示 计程完毕 重新启动就可以啦 这里不太需要担心的是 就算计程失败 那个一天一次的次数也会好掉 所以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来我们进去看看 那我们现在的所有消耗的那个 宝可梦都回来啦 那再次训练也就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刷啦 那个人推荐是准备好三到四组吧 一般的宝可梦呢 大概五六次就会坏掉了 所以大概准备一个这个量就行了 虽然说这个方法很作弊啦 但是对无课玩家来说是相当好用的 毕竟你要找到一只数值不错的 宝可梦实在是有点难度哦 所以是这是作弊 可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决动 对不对 毕竟它会练坏嘛 如果它不会练坏 我也想不这样子直接用啊 毕竟我招的也少嘛 所以就没办法咯 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法啦 就大家也不要太过谴责这种行为 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我也是希望可以一直练下去啊 这里就是招式特训的一些小佩谱啦 好现在我要开始为各种料理锅怎么做 当然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 我只介绍几个哦 主要就是我推荐的那几个队伍 所需要的料理锅啦 首先呢就是大岩蛇锅 那大岩蛇锅呢就是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三个小黄跟两个小黑哦 也算是前期蛮便宜的啦 而且基本必中大岩蛇哦 其实是相当的好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水炮手锅哦 就是两个小红三个小蓝哦 那虽然叫出来的宝可梦是有一点杂啦 毕竟个人推的水炮手是 葛达亚跟宝石海星嘛 那么通过这个锅就可以把这两只都给叫出来哦 就可以叫到葛达亚跟海星星啦 个人觉得以CP值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而且材料也挺便宜的 算是前期还蛮不错用的锅 以招水炮手来说啦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腕力锅啦 腕力锅可以是 一个小红 两个小蓝 一个大黄 跟一个大黑 当然这个大黑也可以替换成小红哦 也是可以煮出腕力锅 有很高几率拿到腕力啦 毕竟是算是剑美手嘛 那最后一个最推荐的剑美手呢 是超梦 超梦锅的主法是 大贝壳一个 再加四个采用素材哦 但个人其实没怎么测试过啊 个人还没有住过 其实不知道就是网络上看来的 效果怎样也不是很清楚哦 好啦这就是所有个人觉得 食用宝可梦的料理锅 那以上就是个人觉得大家 应该需要知道的一些小配补 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啦 当然有一些很作弊的东西 能不用就尽量不用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 我是秋天风月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 想继续看一个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大家拜拜 拜拜